再来看新北市刑大破获窃取电缆线的犯罪集团 嫌犯具有水电工执照 利用它的专业技术到处偷窃民宅、工地 甚至一些闲置的公家大楼里面的台电缆线 因为电缆线里面的铜具有很高的价值 经常成为窃贼寄予的目标 单单在去年台电电缆遭窃案 全台湾就多达3800多件 损失高达8000万元 让台电相当苦恼 在凌晨时分两名男子带着工具走入巷内 看似周无人时就开始攀爬到民宅外 捡取电缆线 事成后带着大捆的缆线 不急不徐的离开 而且接连三天都到同条巷子窃取缆线 行径十分嚣张 警方在跟监多日后 终于将嫌犯逮捕到案 这个窃盗集团 偷遍新北市的民宅工地 甚至连闲置的公家大楼都敢偷 被罚取的电缆后 再以每公斤两百多元的价格 卖到资源回收场 嚣张赚钱 警方查获到的数量就超过五十公斤 由于台电缆线内含高价值的铜 因此长城为歹徒窃取的目标 像是日前新竹和北港都发生过 几百公斤的电缆 遭到窃取的问题 让台电真的很胡闹 台电去年电缆遭窃案就高达三千八百多件 损失近八千万元 而新北市今年的一月到三月 电缆线失窃的案件 就已经累积到四十七件 窃贼难防范 台电人员也只能加强宣导 和警方合作 以避免不断损失 介灿陈昌维 台报导